這幾個禮拜變成是佛洛倫跟亥犽 慢慢的會被大家放出來 反正達爾西漸漸的 大家好像比較不喜歡把他放出來 沒錯 而且他們很喜歡搶克里西 是 在中路位的話 他們很喜歡這隻比較有手長 但是我覺得這隻角色 他的前級傷害量其實沒有到這麼高 對 他前級傷害沒有這麼高 如果說對方是有拿掉佛洛倫跟亥犽的話 那他們要怎麼樣去應對 對 是 如果說拿佛洛倫和亥犽雙邊線都有壓力的話 因為昨天的賽事你們看到的 可能會是以那個諾可西 是 對 去應對 那所以說那個亥犽的位置呢 還會怕說有沒有其他的射手去打 對 那TXO這邊是拿了佛洛倫跟克里納卡 亥犽是沒有一次拿出來的 通常好像不會做這樣的選擇 就是佛洛倫跟亥犽一次都拿 因為你兩隻都拿的話呢 對方就像我可能一個位置 我可能拿那個諾可西去打你的佛洛倫 那另外你的亥犽 你的前級傷害其實也沒有到這麼高 對 就拿手稍微長一點的射手去應對 因為畢竟亥犽下修過一點點了 是 沒錯 所以我還可以拿其他的射手位去跟你換 所以還是有機會 那HKA這邊會不會拿亥犽呢 這一邊是 先拿諾可西來應對佛洛倫喔 不拿的話就沒有機會囉 因為第二輪一定會被封鎖掉 接著選出輔助位的伯頓 伯頓這邊先搶下來 對於克里納卡的話呢也是比較好打的 對 因為本身伯頓這種角色就是可以去克制這種刺客位 對 你只要在前期你不小心被他盯上了 尤其在這個有很多精彩的play就是可能伯頓一個預測翻 在他進場的一瞬間他就直接被翻走 然後傷害吃滿之後就直接去了 沒錯 尤其如果說你的經濟沒有到大幅度領先 這種刺客會進場 如果你沒有第一時間拉掉的話 很容易被伯頓翻回到第一方正中 然後被擊破秒殺掉 是的 再來TXO第一輪的最後一選 這個亥犽了出來 還是想要在第一輪就拿下這一場 這個放兩隻角色其實也不是不可行 因為克里希他本身到後期是很好打亥犽的 是 這個克里希斐的話呢 應該說是射手都會怕 對 因為他現在那個彈飛的一個時間實在太短了 反應不及啊 而且那個範圍性的這個控制 算是對團戰上很有影響力的技能 沒錯 而且在射手位的話呢 其實一般來說也不會特別去上一個仙靈吊墜 沒錯 所以當克里希斐如果說 前面裝備有稍微兩件至三件的話呢 你可能一套進去消耗 那個射手他不死的話呢 至少也不能夠再參戰了 對 沒錯 就是像打這種陣地戰 只要被落葉龜跟蝶影穿花 兩個技能combo接在一起 其實這個射手 基本上可以說失去作戰能力囉 對 來看到第二輪的邊角 是邊掉了井跟凡恩 朝著射手位去封鎖 這男人的角色池 受到挑戰了 這邊邊兩個射手位 凡恩跟井應該都是 亥雅比較不好處理的 是 但我昨天一直有提到喔 還有一隻角色 西路卡 西路卡 對 西路卡在前期的對點 我覺得他也不會輸給亥雅 是 沒錯 或者是說拿特安娜斯這一種的 但是西路卡我覺得他也算是 一個要發育的角色 是 是 這邊 在HKA的部分喔 先朝著一個 輔助位的 安奈特封鎖 接著再封鎖掉的圖倫 圖倫搭配TXO這個陣容 如果說TXO選圖倫的話 就想要打前期的優勢 鞏固住雙邊線 讓亥雅發育 跟弗洛倫 至少呢 欸 傷害出得來 然後也不要太被壓 這個圖倫如果拿下去的話呢 呃 克里納卡加圖倫 跟弗洛倫 這三隻在前期就已經 夠撐了 對 夠撐場 所以那個亥雅的部分 他就可以比較有機會 發育到中後期 是 沒錯 那來看一下TXO 接下來選擇 要玩哪隻呢 先讓Genge拿一個熟悉的彈斧嗎 我覺得應該是想要壓最後一選啦 因為這裡如果說先拿輔助的話呢 你要拿彈位 拿薩尼 拿朗博 這種角色 拿古墓這種角色都還行 對 但是他已經鎖下了朗博 在HKA接下來兩選 究竟要用誰來打野來去克制這個 克里納卡跟雙強士邊呢 因為TXO這裡如果說沒有先補上一個開戰的角色 因為他們現在缺的是開戰角 亥雅不可能一開始就轉進去 通常就是要在後面先疊完他的那個飛鏢印記 疊完之後呢 他才可以 他才可以往前去轉嘛 那往前轉的瞬間呢 還要搭配自己隊友的控場 所以朗博這一選的話呢 對於他們團戰 整個開戰來說的話 我覺得是 滿優秀的 是 主要就是用這個朗博進行一個開戰 然後讓克里納卡這種刺客跟亥雅的這種 需要找尋進場空間的角色來發揮 是的 看一下HKA怎麼應對 奎倫先亮出來了 還有一個蘇 這兩個角色最後7秒鐘的選擇時間 我發現我們剛剛又把蘇給遺忘了 是 對因為現在蘇有魔咒 所以我剛剛在那邊講那個 可能會拿佩偶安娜絲拿希露卡等等的 但是直接忘記了一個蘇 對還有一個手更長的 然後傷害量更瞬間的角色叫做蘇 欸 海牛戴眼鏡了耶 是 欸 職業傷害 對 欸這次算是應該是第一次在職業賽場看到海牛他戴眼鏡嗎 我是第一次看到 對之前沒有特別注意到 他之前都是沒有戴眼鏡的狀態 剛剛看到這個黑框眼鏡還想說 欸這位選手是誰 想不到海牛戴了眼鏡 好來看到TXO最可愛選擇的盧蜜亞 整體來說 中路的線權也不用太過於召集喔 畢竟盧蜜亞就是一個神之法陣 做一個全地圖的支援 是的 如果要硬去搭配盧蜜亞加克萊斯的話呢 其實在他們上一次的比賽裡面呢 好像也沒有搭配到哪裡去 就是在沒有順風的情況下 如果順風的話那真的是有一點點無解 對 就是可能那個克萊斯 一個大招下去之後呢 盧蜜亞隨便接一個打野進去 對 就是這個combo算是蠻好接的 就是克萊斯人民真身一定會控到人之後 再一個神之法陣 連續的控制 最後等著刺客進場做收頭 是的 我覺得HK在最後的兩選也是蠻聰明的 因為他們要拿奎倫打野 那接著呢拿到蘇 這個蘇不僅是防止對方 因為Hansel也會拿蘇走中路 所以防止對方用蘇來去照蘇這個奎倫之外呢 蘇在對線上面 對於亥亞前期來說 這個狙殺也是蠻有威脅性的 是的 但是拿蘇在他們的這個魔咒下要怎麼樣去破除 是他們的魔咒還是GCS的魔咒 GCS整個的魔咒 我說到GCS的魔咒 我今天換完裝 我不知道為什麼大家看到我說 哇G-Hart怎麼又是你 今天怎麼又是你波比賽 沒有我今天一來的時候 EZ就看著我說 抱抱歉是我的錯 我說沒有不是你的錯 對這很特別 就是不管HKA還是TX 看到我就 哇G-Hart怎麼又是你 哇今天又很累了 他們很緊張 對他們很緊張 對因為通常打滿的話呢 那個精神的消耗是最累的 是尤其這種BOW的賽事喔 這個一場接著一場 基本上中間的休息時間是非常短了 對 在這個團隊裡面是 在精神上體力上是非常需要考驗的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他們第一場 到底誰會拿到首勝喔 來到團說對決的戰場 HKA對上TXO第一場的賽事 也是今天的第一場賽事 是 關於這個例行賽第二跟第三名之爭喔 雙方的勝差是0 但是呢 排名是由TXO在前面一點 因為在第一輪的賽事當中 TXO是 呃 贏下HKA了 前面的開局 Gangy是踩到比較深的位置喔 有掌握到關於在小菱打野的順序 喔 阿寶這裡很兇 往前踏了一套 但是 兩個坦克互敲 對 反正敲就敲的是阿寶血量比較低 可是他一開始有先幫EZ清中兵 所以 有先接收到一些盧蜜亞的傷害 哇 下半部 這個真男人 直接把 阿亮的血量壓得非常的慘 哇 直接 開點 哇 哇 真的是 太準了 這個是一個完全盲視野盲狙 但是Gangy沒有擋到 哇 我覺得 可能算有點小失誤囉 哇 這個真的是 Grabby的發揮嗎 他在台下發攻 因為他昨天說什麼 你知道他昨天說 他玩輔助的時候 他常常會想要幫擋 然後不小心一個往左一個往右 對 這個 我覺得 因為剛剛Gangy的走位很明顯是想要幫 幫擋這個狙殺的 但是可能 在草叢裡面的蘇 可能 他掌握不到蘇的位置 然後這一個 線的距離沒有算好 沒關係 應該是真的就是意外了 這是可能算小失誤了啦 那個絕對100%是要幫擋的 那個真的就是一個往左一個往右了 是 哇 這個真男人一開始拿手殺 這個亥犽 前期的對線 相當一個痛苦 搭配那個 這個 新造型 我覺得他那個狙殺真的是 是 有感覺這一場好像有機會破除魔咒 沒錯 哇 現在才剛出啟而已 其實一開始的一顆手殺 對於射手衛來說是蠻賺的 還好的不是打野 是 如果今天是打野比較肥的話 那可能要 就比較危險了 對 因為 奎倫肥起來的話 對於他們整體來說是 較好一點的 蘇如果肥一點的話呢 但是團戰點如果開起來 他可能還沒有辦法跟上去 是 就是整體來說這個經濟落在蘇身上 對於TXO 其實影響不是到非常的大 是 還好不是奎倫 這種可以帶動 整個地圖 整個團隊經濟的角色拿到經驗 就是有點尷尬而已 對 有點尷尬 對 就真的是有點尷尬 是 不過這個情況的話呢 是還不至於會影響到太多 哇 這個有點慘 因為這彈人他已經上到四等 經驗條已經一半了 但是這邊 阿亮才剛上到四等 喔 打野到了喔 非常非常的壓喔 一個人去打掉 算是Genge跟阿亮的雙人線 只要這個魔龍克的不要掉太快 哇 這個結局 哇這邊一定的血量很殘 但是已經沒有招了 所以他也不會 他也不害怕 我這場 其實也是打得蠻保守的 是 對 因為剛剛那邊 下半步有可能會即時的過來支援 而且如果阿寶是蹲在 中路右側的草叢的話 那有可能他進場的時候 會 這邊直接想要 拉起來 但是呢 這邊海牛直接交出了自己的心形 哇 非常的果斷喔 反倒是魔龍克的放給了 貼手這裡喔 是 感覺上 我覺得HK他也不急 因為有克里希有奎倫 所以前面 其實他的蘇哈啊 他的魔龍好像都 沒有太積極的想要來 爭搶 我的感覺是這樣啊 我覺得 呃 對 因為剛剛中路那邊 是有先打一個消耗 所以 有辦法去控制那個魔龍克的 喔 四人齊齊來到了紅區 紅buff出身的時間 也被掌握住 拉到了右側 琪琪 繞了一圈 奎倫想進場 沒有機會 這邊花大力球 直接包住了Hansel 怎麼辦呢 但是弗洛已經開滑滑起來了 這邊落葉龜龜頂起來 Hansel血量非常殘 是由EZ拿到人頭 神經法則開啟 來最後的時間點 海牛也要倒下來了 這邊藍方請求了一個暫停 HKA 是 剛好四人的集結 掌握到了這個資訊 然後呢 也把佛洛倫的清醒給逼掉了 那時候的輔助阿寶也上到四等 果斷的採取一個入侵的舉動 好 再度回來 在傳統隊決的戰場 那現在的話呢 這邊雙方打野都把自己一半邊的野區 掃完了 那下半部就沒有像上一場 這麼的水深火熱 這麼的焦灼 顯然阿亮應該沒有吃到太多的狙殺傷害喔 血量是維持在一個高峰 現在小鈴好像已經跟琪琪的速度是差不多的都要出來了 對 都是農最後一隻野怪然後就可以成功的上到了四級 接下來重點應該就是在於中路誰可以先消耗到吧 因為如果中路有先消耗到的話呢就可以掌握這條功課的 是 這邊的話阿寶在吃這個 靈魂獵鷹 成功的是有HKA掌握住這個靈魂獵鷹的這個野怪 那麼在琪琪的位置 也是上到了四級之後 在中路的草叢進行輪點要跳第一波嗎 沒有看到 哇 這邊的華心走直接翻回來了 而且後方還有小鈴但是這邊是四打三的局面 反而是小鈴的血量掉得非常非常的快 這時候還牛居然趕過來了 我看了什麼 佛羅倫怎麼從上面趕過來 再一個翻 成功的把Genge翻到了後方 最後一滴血沒有帶走 而且琪琪最後一個血量這個局他能夠命中嗎 是由阿亮幫檔 這一次的幫檔終於擋到了 是 哇 哇 這一波的團戰佛羅倫的支援太及時了 是 他已經蹲很久了 他剛剛在中路左側這邊已經蹲很久了 是 然後中路想要去做一點消耗的時候呢 並沒有去掌握到海牛的行蹤喔 沒錯 哇 這一波其實 我覺得一開始看的時候 好像是TXO有點危險 因為被翻回來的是Hansel 而Hansel他是沒有任何的技能可以逃跑的 對 可是HKA在前面的傷害 他也不足以把他秒殺掉 對 都差一點點 對 他翻回來之後呢 其實如果可以直接把Hansel秒殺掉的話 那感覺是還有機會可以拉掉的 是 但是沒有注意到中路左側的那個佛羅倫已經站定點了 對 突然就變成一個了 少打多的情況下 HK也傷害不足 那在面對佛羅倫進場之後呢 這個壓力是非常大的 那也成功的讓TXO的其他成員是殘血逃脫了 而且這邊海牛是拿到手殺加上一個BUFF 他在上半部的話呢 會比較有壓制性一點 沒錯 我們來看到在這個真男人的出裝 感覺上他這一個裝備 對 是直接上 要想上破陣嗎 現在其實有些蘇他的裝備選擇 在泰國聯賽那邊的蘇喔 是直接上破陣 其實從一開始就有了 從蘇之小事剛登場的時候 就會有破陣跟營優之靴的選擇 是 因為他們依靠的是狙殺的程度 對對對 那如果說你在選擇的部分呢 你有可能也會先買一些小裝 不一定會直接合上去啦 所以還看不出來 就是破陣那個選擇的話呢 是在破陣出來那一個時間點 這個G殺 打到後排殺量是非常非常的高 是 那如果你是出龍骨跟這一個 呃 天叢雲之刃的話 走A 跌到五層的那個走A是非常痛的 百分之百的破防 我們這邊來看 大帝 世界大帝直接開得起來喔 真的是稍微勸退性的開 這個CD很快 對 先開 比較安全 是 而且再來也是惡魔覺醒喔 這個魔紋 其實對於大招的減免來說 是還算不錯的喔 沒錯 現在又沒有什麼事情發生了喔 對 然後一樣 回到了 第二輪 然後看看魔龍 ㄟ 哈囉 看看那個蘇哈 ㄟ 哈囉 沒有 蘇哈命應該沒有哈囉 蘇哈就是吃掉 對 因為現在變成說大家的位置都已經大概知道在哪裡了 是 所以你也不太可能會直接用你的頭直接撞進去 沒錯 偵探人這邊是要上天叢雲的喔 不是破陣 他買了一個護腕 減CD的護腕喔 這邊審視法真的開得起來 OK 始終走位走掉了 但是被找到位置的話 TXO全員回到中間做防守 草叢非常危險 不小心就有四五名大漢在裡面做埋伏喔 這邊海牛的位置稍微往中路靠 TXO是不是想要在中路群球一波碰撞呢 我這裡有意識到喔 這裡相當的 小心 因為如果走過去是先被打一頓的話呢 那後面的東西就是包含魔龍客的這邊 也可以直接轉下去拿 沒錯 看到蘇哈的話呢 就是say hello and goodbye 沒有合上去 還是選擇天叢雲之人 對 因為他的合成裝其實在前面是差不多的 是 我直接抓出來 但是用清醒也是瞄解 這個意識非常好喔 哇 Okes這個預判 判斷得非常準確喔 是 因為反正他想說 接下來就是第三輪的嘛 對 對啊 準備打野應該是準備要刷第三輪的 所以這個時候他大招直接繳出去 亞格林之我有握到就有 沒握到就算了 就逼一個 如果有握到就是逼清醒或是逼血量 沒握到的話就算了 畢竟在這個時間點 剛剛Yi講到是第三輪野怪重生的時間 所以呢 打野基本上要來做一個 Gank是比較難 哇開滑 但是還有亞格林之我這個冷卻時間怎麼這麼短 哇 來到了塔下 如果再吃一下塔 海牛的性命堪憂啊 但是 這一個 哇 哇 如果說 Altcast剛剛 有把疾走開起來 可能就是一個疾殺了 對 剛剛疾走沒有開 他可 嗯 對啊 因為這個 清醒已經被用掉 所以這個亞格林之我如果說 位置夠 遠的話 沒有 有時候 有時候會這樣 有時候 你 你不曉得你自己這麼痛 是 哈哈哈 你不知道那個燒這麼痛 是啦 對 因為 呃 在 呃 海牛的佛洛倫這裡呢 他沒有上小 小腰帶 是 他只有上 他是只有上兩個 這個 魔法護甲 對對對 然後之後再上一個小板甲 是 就是騎士板甲 所以他的模仿沒有到那麼高 對 他上了一個魔防鞋 然後再兩個魔法的護腕 對 你看 直接選手心機都很重 剛剛Altcast一定想說 他有護腕 那算了 燒不死 燒不死 想不到這麼痛 所以我經濟版一打開 喂 奇怪 你怎麼買兩個護甲而已 對 沒錯 這個時間點 我覺得Altcast還是很壓 因為有計算到這個清醒 還沒有冷卻 好 來往上面 HK的成員 要趁 佛洛倫沒有清醒的時候 做進攻嗎 沒有辦法 那個清醒快要轉好了 有在計時間的 力量研磨 適量 琪琪 成功掌握 做實驗 哪裡看起來 再一個神職法 在EZ有稍微被留到 但是前方的阿寶 更危險 瞬移交出來 琪琪要往前跳嗎 並沒有 因為這邊也其實 還要在等這個自己隊友的 這個血量 跟這個技能喔 但其實剛剛那一個 接技 並沒有接得很好 對 就沒有瞬間接到 對 那個世界大帝跟神職法陣沒有接到 如果有接到的話 應該有機會可以先帶走 是 神職法陣的 傷害跟控制沒有 跟世界大帝 match到啦 比較可惜的是這一點 現在呢 在小玲這邊是 把藍buff讓給了中路的EZ 克里希 現在也沒什麼事做 現在直接聯賽 好像 蠻容易以這樣子的節奏去進行喔 就是一輪 二輪 三輪的野怪 刷完之後 OK 這個時間點 我們的邊線 發育稍微有點起色了 才會嘗試做一些比較深入的蹲點 跟這個野區的進攻 侵略 對 因為 也是 有一半的關係也是一個角色 是 哇 這邊的話 這邊神職法陣直接開了起來 但是讓真男人 單人就快點要把這個防禦塔給推掉了喔 這邊 魔龍克爾德的話 讓天空的成員拿到 是沒有問題的 這邊卡人囉 海牛回不去 上半部 奧克爾德在做推線的舉動 那 海牛這邊是 直接叫Record 沒辦法走過去 因為會被卡 但是這個塔會掉的 這個 應該是直接放掉了啦 是 因為剛剛下面有拿魔課的 上面這個如果真的硬要走過去守的話呢 不小心被蹲到 其實很可... 哇 直接開凱炸了 而且吃的速度非常快 因為他是奎倫 每一下都是被刺 每一下都是暴擊 哇 這邊吃的速度非常快 時間九分半鐘 非常非常的果斷 在沒有碰撞的時候 直接偷吃了這個海撒 哇 HK這一個整體來說 研究的非常透徹喔 是 因為他剛剛往下半部 壓那個防禦塔的時候呢 亥亞的壓力非常的大 所以 輔助一定會往下面去靠 是 然後接下來 紅區的時間也出了 沒錯 哇 直接抓出來 這邊的話 那個狙殺 根據倒了下來 石油 Easy 收頭人頭 琪琪 暴動飛黃 往後坐飛機 是跳在小兵身上 要守這個防禦塔 這個狙殺 再打到黑人手身上 傷害量非常高 天空巨龍直接叫出來 叫在了中路 哇 這邊的話 居然沒有選擇往後一點的叫喔 直接想要利用這個天空巨龍 推這個防禦塔 但是 天空巨龍剛叫出來的前10秒 他的 防禦力是非常非常的低的 非常容易被擊殺掉的 對 有點 這算大意嗎 還是其實 因為我有關注到HKA 最近幾次天空巨龍的放法都是這樣子 沒有 剛剛那邊應該算是 真的是失誤了啦 是 因為你要放的話 你要嘛也放在牆後 對 然後讓他稍微 飛一下 他剛剛是直接放在那個牆的前面 對 對 所以 這很明顯 確定是失誤 是 因為如果說你往後一點的話 你至少放在那個草叢那邊吧 對 然後至少不會讓 TX2成員這麼容易 就是一直消耗一直消耗 打這個天空巨龍 他的目的就是 這條龍就是跟中路的這個外塔換 對 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是 可是剛剛龍下去的話呢 這個塔大概只換了 八分之一的血量 是 八分之一 噴個三下 這樣 對 這什麼神秘的手勢嘛 是 一格啊 一格的血 對就是這個天空巨龍 好像 這個精銳的偷凱撒 偷吃凱撒 的成效 其實他剛剛那邊 從那個下半部嘛 我就有說 你把人員給壓力之後 會往下逼 逼過去之後 對 然後他們又有去注意 就是阿寶有去注意到他們這個紅BUFF的重生時間 是 所以紅BUFF這裡一定還會有人去協防 對 然後在紅BUFF出的這個時間點呢 Koreen已經在吃了 是 然後吃的速度也好快喔 算得真的是 真的是神算啊 是 然後吃完之後呢 這波就真的有點尷尬 對 這一波的天空巨龍 並沒有把這個外塔壓掉 而且是在 Genge已經倒下的情況之下 還沒有逼到這個外塔 不過還好的是 中路外塔已經搖搖欲墜了喔 所以 等一下那個 輸再稍微點個一兩下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是 但是整體的節奏 還是由HK所掌握住 這個力量研磨 最後是由小林的制裁給拿下來了 這個小編進來喔 也是 還是要守這個中路的外塔 不能讓他陷入的這麼的快 這個狙殺 沒有射出去喔 是被盧蜜亞斷招了 小林在這邊做一個蹲點 誰 會走過來呢 感覺上只有Genge會這樣走過去 阿亮把兵堆出去 馬上被小林清掉之後 往下半部支援 上半部阿亮還是要留在那邊 去守護這一條兵線喔 這一個 防備塔 哇 阿寶被留住了 而且全部的控制技能都交出去了 與此同時 這個藍方 怎麼這樣 我在想說 你那個被刺到底要刺多久 就是被刺啊 虧了被痛 就是我一直刺就對了 好 馬上回來了 這邊的話阿寶還沒有倒下來 但是後方的這個阿亮是 把他給帶走了 阿亮繼續做追擊 外向進場 但是傷害量其實沒有灌得太好 小林的血量是非常的慘的 哇 亥雅緩速裝好像已經出來了喔 是 哇 果然 這邊已經把他的龍骨劍 加上颶風雙刀 然後加上他的平衡長寶都已經出來了 感覺還想要再上一個 冬日戰斧 這個很明顯 其實在 TXO這邊 就是圍繞著 阿亮在打 他經濟量全隊獨高 也是全場獨高 的一個狀態 這邊的焦灼 Hansel直接開啟繩子法尊 來探查一下 HKA成員的位置喔 上半部的兵線被阿亮推了進去 蘇的位置站得比較後面喔 今天的話意識有夠 因為這邊凱撒要重生了 所以 TXO成員想要來做這個凱撒的視野 如果他這邊在上一個冬日戰斧的話 他的 魔防也會稍微往上拉 我剛剛看了什麼 剛剛EZ的迪影穿花 搭配著 這個魔紋 萬鈞聖雷直接把Hansel的血量噴掉一半 是 哇 再度開啟這隻凱撒 因為Hansel沒血了 而且剛剛神之法陣也開過 但是現在神之法陣的冷卻時間 是已經好的的情況之下 大地球牢關起來 但是迷關到任何的後方的徵戰人 還在持續的做狙殺 這邊蹲點的是 AUKES的 這個 克里 呃 諾可希 再一個狙殺 打在根據身上很痛 但是佛羅倫已經滑起來 神之法陣也開了起來 前方的EZ血量非常的殘 最後一下 成功的逃脫 但是阿亮萬象進場 是沒有帶著任何的人 雙方都是殘血逃脫 琪琪殘血 Gange殘血 小鈴殘血 以及AUKES EZ 都殘血 但是沒人倒下 哇 兩邊這個 這個時間點 呃 在打架的部分的話呢 HKA沒有開戰的一個位置 是 所以 不能硬開 還是開了耶 哇 這個很危險耶 對 剛剛沒有第一時間看 反而是等到TXO的前面 靠過來的時候 沒有 現在不能開 哇 直接拉到了海牛的 這一個 佛羅倫 最後一下吃到塔的傷害 但是還是沒有倒 哇 這一邊反而是琪琪帶走了 伊底人頭 大地球有關到人 這邊 有要繼續打 嗎 Hanzo被狙殺 給狙到了 但是前方的琪琪血量 也非常殘 小鈴進場 沒有收掉人 但是 TXO的其他 這邊 哇 這個狙殺 帶走 Hanzo人頭 太準了 真男人 太秀了吧 這一場的蘇 再一個狙殺 打在Gage身上 差一點帶走 這個王子之劍 出了之後 打在對方的身上 都是血 直接跳一大格耶 真的是 噴血耶 好痛喔 真的非常的痛 非常的誇張喔 還好是剛剛 沒有讓奎倫收到人頭 如果讓他收到第一顆頭的話 那剛剛應該是直接三連殺 對 第二顆頭 第三顆頭 都會接種而來喔 對 我覺得HK這邊要再小心一點喔 因為那個凱薩是 沒辦法那麼輕易的去碰的 是 那另外的話呢 海牛他也是 稍微 裝備也起來了 對 可以滑了 對 那亥犽 他已經可以 自己 自己照顧好自己了啦 是 因為他現在已經 兩個緩速裝出來了 喔 這邊的話 其實真男人的狙殺 搭配EZ的 電影穿花 消耗限制很強耶 在一個狙殺 他打在Hansel身上 又是半條血的故事 還在G 對 還在G 神明摩隆克爾德 有想法嗎 但是 這邊有想法 要有做法 這邊的話 神之法神先開起來 逼出了一個蠻關鍵的技能 但是 這個神明摩隆克爾德 被拉出來了 而且旁邊還有海牛 的伏洛倫在看 哇 兩邊的工坊 是 完全沒有任何喘息的機會 因為拉到 呃 神明摩隆克爾德這邊 TSO也跟到 神明摩隆克爾德這邊 又是一個狙殺把 阿亮直接打了回家 這一邊 應該有掌握到這個資訊 所以直接開起來 但是 速度夠快嗎 旁邊的佛洛倫 在等待著 實際進場 這一波如果進場的話 開滑 奇奇也要進場了 這時候先滑到 阿寶身上 這邊 神明摩隆克爾德 是由奇奇給拿到 但是這個黑暗 之詞 是由誰拿到呢 哇 是由阿寶拿到了 但是 這個 神明摩隆 的buff 是 由 TSO所掌握住 哇 這邊被斷招 對 所以奧貝斯的血量很殘 但是能夠逃走 哇 剛剛 剛剛奧貝斯 直接把那個 Genge的 司令大帝給斷掉了 是 直接握 握起來耶 對 不然的話 他應該會倒 然後 為什麼 呃 我覺得比較奇怪 是HK為什麼要這麼 急急的 開大物件 對 有點荒的感覺喔 這邊神之法專開起來 不是他們想 還要再吃凱薩嗎 這邊奇奇 想要進場 會不會接手嗎 沒有 這邊沒有 做到一攻 再一個狙殺 阿亮的血量再噴 剩三分之一 怎麼這麼的準 都打在關鍵人物身上 喔 又是Hansel 哇 每次要開戰 carry位的血量 永遠不會滿 是的 亥雅這裡已經滿裝囉 是 他已經出了 死神連刀了 所以 等一下可以 直接盡情的往裡面去 往死裡打 對 往死裡刷 這個狙殺 沒有命中 電影川花也沒有消耗到 阿亮的血量 這邊的話 其實直接自己開啟 這些凱薩 因為隊友已經在中路 卡好視野了 沒有被發現到 但是Gage倒了下來 如果說這一波 趕了過來 HKA 有機會 大力球要直接包 包起來 這個非常關鍵 這邊 琪琪 哇 最後這個凱薩 是由EZ 給拿了下來 而且小玲的血量非常 但是他可以成功的逃脫 反而是海牛的血量非常的差 這個狙殺並沒有命中 有點可惜 但是海牛 能夠逃走嗎 是可以的 這一個 有黑暗之勢的阿寶 還有天空巨龍的EZ 要怎麼來施放這兩個關鍵的東西呢 哇 神之法 那現在傷害也非常高了 盧蜜亞起來了 對於手塔來說是好的 對 剛剛那個會站點 從下面那邊開始 就是想要去嘗試開那個生命魔龍克的 然後就是想要逼迫對方出來跟他們打架 是 對這個是可以理解的 那那個生命魔龍克的沒搶到也沒辦法 沒錯 因為在那個窄口裡面真的是太多人了 要硬去搶的話是搶不到 然後還好是奇奇的制裁其實蠻準的 對 不過阿寶那個失劣大地去搶黑暗之勢有點 對那個大地球 有點霸道 對真的是 把這個 海牛直接關了起來 這個畫面是沒有任何人搶的因果 是 過來的人都得被我保起來 對 然後凱薩這邊的話呢 剛剛在進場的瞬間呢 是被逼退了 就是奇奇是往上半步 是被奧克斯的逼退 然後中路海牛那邊 哇又是一個高水準的操作 是 他雖然被亞格林之後握到了 但是他有稍微忍一下 清醒解掉之後呢 直接拉走 是 兩次的一個中路殘血逃脫 隨時反正開起來 找不到進攻的機會 下半部的天空巨龍 誰要去處理呢 一直有兵線上面的壓力 奧克斯在上半部 把兵線已經帶到了 這個尖尖二塔的位置 阿寶這邊被灌了一套傷害 大地球要先關在自己腳下 但是一關完之後 全部的招式灌了進來 直接讓阿亮帶走這個角色 這邊EZY也被圍毆 是由阿亮拿到了雙殺 但是上半部的高地塔 就暢了一個空城 能夠拿到這個高地塔嗎 好像是沒有辦法的 這個深冬即西 有一點點 過於犧牲了 剛剛EZY應該要放上阿寶的 是 哇 這邊的話 海牛還想要打 哇 沒有成功的去觸發他的這個花 沒有留到奧克斯 還有30秒應該還來得及 但是點貫會被佔據走 就是聖日魔王克的那邊 應該是會過不太去 是 想要來 往小禮這邊 直接 哇 這邊P出了是海牛的大招 但是中路上了一個空城 外塔應該是沒有辦法守了 畢竟人少了非常的多 少了兩名船員 還有十秒鐘才會復活 這個巨殺成功把兩個小兵打死了 但是這個炮車就沒辦法處理掉 哇 這一波讓TXO掌握到一個蠻好的優勢 回頭還可以再吃聖日魔王克的 兩秒鐘 一秒鐘 聖日魔王出來 瞬間不見嗎 哇 小禮又想 是不是又想要偷偷往上半步打 對 海牛要回城了 這個高地 塔 應該是摸不掉喔 兩名層員的回城 這邊海牛先回去了 碰不到這個高地 阿亮 被發現了 哇 直接回去 哇 這個非常的即時的回城喔 阿寶的那個大地球佬真的很果斷 是 看到人就直接關 有機會就關啦 對 在一個神智法陣照亮了所有HKA成員的視野 要來爭奪這個凱撒了 一個巨殺打在的是起其身上 半條血又不見了 這一邊開啟凱撒之後 阿寶有看到 阿寶現在的大地球佬還在冷卻的時間裡面 但是 TXO也沒有冒然的進攻 因爲 AUKAS一直在另外一個邊線 給足壓力 本來是HKA要自己開了 想要抓那個喔 想要抓到CAS 對 哇 這邊吃的速度一定是夠快的 這邊沒有辦法守了 哇 被看到了 是 雖然說被看到 但是應該武傷大牙 還是可以走掉是沒有問題的 哇 這邊的話 偵探人想要做巨殺 但是直接被跳到了 血量非常的慘 這邊海牛想要進場 開垮了嗎 大地球佬直接關起來 散事沒有關到人 迫出了自己的瞬移 成功的回到塔的庇護範圍之下 哇 這個拉得滿漂亮的 對 滿漂亮的 對 就趕快把所有的技能都繳出去喔 因為一旦被流到的話 那亥雅的緩速加上海牛 應該是可以直接把他們全部秀掉 是 Ocast要賣命了 哇 這邊Hansel被流住了 而且被EZ給擊殺掉了 這個高底塔應該是沒有機會 而且Ocast能夠走掉嗎 想要拉人 哇 這個 哇 司理拉力直接開起來 還跟捉破出去 但是他還是沒有倒下來 兩個關鍵技能都已經不見了 阿寶這邊把重頭B線帶了進來 還有天空巨龍 這個高底塔要怎麼守呢 EZ在後方傷害非常非常的高 開啟自己的泥窗之痕 這邊的海牛開滑了 但是好像沒有什麼太好的效果 反而是中路的高底塔 直接被這個天空巨龍給噴掉了 我剛剛那一發直接把 死神靈刀拘出來 對 但是他還有黑暗之士 對 他還有黑暗之士 哇 黑暗之士沒了 對 現在時間剛好消失了 兩座高地的陷落 最後一座高地想要硬拔 世界大地鎚到三個人 這一波開戰現在是相當漂亮 海牛開滑 但是直接被大地鎚到關了起來 其實往前做進攻 沒有帶走任何的人 OKS也可以成功做撤退海牛 還想要繼續作戰嗎 沒辦法了 HKA選擇做了一個撤退 雙方經濟沒有差距喔 是的 但是小鈴這邊也是滿裝的 而且還帶有一個捏盤之刃 然後另外 亥雅這邊的鐮刀已經美了 然後換上的是也是捏盤之刃 現在兩隊的話呢 基本上都是把捏盤之刃當作隊服在穿了 所以現在是三個捏盤對上四個捏盤 差的就是輔助沒有捏盤了 所以現在是一個 呃 九打八的概念 對 九打八的概念喔 所以這波大團的話呢 TXO要很小心喔 他們有一個人要當兩個人用 對 TXO現在有兩個關鍵點就是 下一個凱撒一定不能放 因為兩座高地都已經陷落 兵線壓力太大了 其實他們現在如果要開團戰的話 呃 也沒辦法一直往前打到底 是 然後想要去嘗試抓那個奧克斯的話呢 是不要去做的 因為會浪費太多的能力 因為他們現在只剩下一座高地塔 是 所以如果硬要再去抓那個奧克斯的話呢 是會讓那個高地塔直接爆 對 就變成三塔全爆了 上路那一波兵線 沒有人要去清喔 很大波 這邊阿亮已經過去了 但是阿亮一露頭 會不會在這邊會讓HK 強行做一個開機戰 海牛被抓到了 哇 涅槃盾打下來 神之法真的也開了 但是海牛最後一滴解絲 由一滴給擊殺掉了 這時候阿亮在上半部露頭 就表示這一波團戰HK要幹到底了 這邊 小林的血量被打了 一半掉 但是他還有涅槃之勒 其實不太怕 海牛現在趕 呃 阿亮現在趕了過來 沒什麼機會喔 倒了一個人 代表說身邊摩隆克爾德 還有 雙龍會掉喔 對 那這一波 TSO有辦法扛住壓力嗎 想開戰打出來了 必須開 但是已經被吃掉了 奇奇沒有機會做進場 前方的Genggy 血量掉得非常的快 最後撕裂大地有開起來 但是自己也成功的撤退了 但是現在小林的進場 Hansel血量很殘 黑暗之勢被打出來 哇 這一波倒兩個 但是還好的是他還有涅槃之勒 奇奇的涅槃之勒也被打了出來 剩下一個奇奇能夠守護住自己的主堡嗎 好像沒辦法 海牛要出來了 是 小平 下半步進來 中路也要進來 海牛開滑了 但是震災人已經把奇奇的人後帶走 恭喜HKA拿到第一場比賽勝利 哇 這一局 對於TSO來說是 中間還有機會可以去拚的 可是那個 雙龍會的轉到凱薩的那一邊 不小心被 位置被卡開了 對 然後在HKA這裡的話呢 他們 那個 巨殺神的 聖誕人這一場 太準 太準了 每次都打在 C位身上 不是盧蜜亞 就是亥雅 要不然就是奇奇的 那或者是說就是 放菲尼克出去 是 沒有沒有放達爾西出去 對 我也是放菲尼克 菲尼克好像有一點點 好像有一點點太強 是這邊的話 HKA就是想要拿亥雅 把克里希封鎖掉了 那麼在TSO的部分 就直接拿了達爾西 必須得搶 那HKA 亥雅其實也不急 慢慢的留在第一輪的最後一選選就可以了 可是這樣子 菲尼克他們也不 應該也不會拿了 因為 已經有達爾西了 如果 如果用菲尼克的話 被達爾西這邊打的話 感覺也不太好發揮 是 目前還有菲類夜叉 菲類夜叉是兩隻邊線的角色 我要選擇查克納爾 先鎖一個查克納爾 保證一下 這個不要讓達爾西圈的 是 沒有先 也沒有先考慮馬加 對 確實在TXO如果選出來菲尼克的話 HKA 要用誰去應對呢 這個感覺HKA第三選 我覺得就是 亥雅了 因為既然你在 BAN角上面 第二個BAN就是 BAN克里希 明顯的就是想拿亥雅出來 但這一局 TSO是 搭配上了 蘇喔 達爾西跟蘇 然後 現在 中路打野也還沒有確定 是 輔助位的話呢 查克納爾已經出了 然後現在要去想 查克納爾跟菲類 要怎麼樣去 打會比較好一點 還是選擇一個 比較 算是比較消耗型的一個 輔助位 攻擊力比較強的 輔助位 夜叉 先把邊線拿出來 這邊TXO是 亮出了夜叉以及蘇喔 燕娜走邊線的話呢 去打飛雷 我覺得 也算是五五波吧 神力女超人 哇 這個好久沒登場的女超人 該不會 我真的鎖下去了耶 哇 這個神力女超人 應該是走邊線吧 嗎 女超人這個位置 拿出來 還是讓奇奇去打野呢 可是女超人的 這個 續戰的話呢 在後期是比較 會比較劣勢的 是 如果要拿去打輔助的話呢 攻擊力是很強 對 然後大招開不開也無所謂 是 對啊 因為他輔助位就是這樣 對 然後大招還有一個可以保命 保護後排的效果 對 因為變成說 我要有一隻就是在前面可以 打這個查克納爾 不要讓那個查克納爾這麼囂張 對 因為他有這個免控 那唯一能夠把他打退的就是 我前面高攻擊力 對 火神之劍兩段是 前期傷害量非常高的一個戰士 那在HK要怎麼面對神力女超人 他其實缺點也蠻明顯的 他就是一個戰士 手短 他只要睜眼套鎖 套不到 其實對於 拿夜叉 夜叉拿下去了耶 他們直接拿菲裂跟夜叉兩個 比較強勢的邊線喔 現在目前在DSO這裡的話呢 是還沒有選擇的 那佛洛倫他們已經拿過了 所以 他們只剩下夜叉 哇 完全朝著 阿亮的角色時來了喔 哇 那最後 那個夜叉應該也 也選不到了 對 這邊的話 在邊線角色 誰要來去扛這個夜叉大魔王呢 會不會是 呃 蠻魚 可是還有諾可西啊 但是諾可西 就是要留給佛洛倫 除非TXO永遠 這一個系列賽 一直要扛著佛洛倫的ban 對啊 可是剛才諾可西應該是給海牛 對 那反而真的是 阿亮的角色池 受到挑戰了 這邊在TXO部分 封鎖掉 可里納卡 輪到HKA進行第二輪第二ban 誒 又朝著海牛的角色持續ban ban掉的是超人 所以在TXO這邊 夜叉還是有機會可以亮出來的 因為現在書屋有可能會給阿亮玩嘛 然後達爾西有可能會給XXO玩 對 對 所以 呃 還有一個位置的話 應該就會是海牛那邊的位置 是 因為現在邊線兩邊的話呢 並不會太過於固定 有時候會換來換去的 對 對 這邊TXO前三選的選角 是蠻少見在TXO 能夠做到錯位選擇的這個角色喔 其實這三隻角色 你說要給誰玩都還不太確定 達爾西有可能給Hansel 有可能給奇奇 然後聖女超人有可能給奇奇 有可能會給海牛 那輸的話 Hansel跟阿亮都會玩 所以其實都可以做到錯位的效果 HKA 要拿一個打野位喔 先把打野拿下來 洛克是比較不怕達爾西的資源之門 免控了一個狀態 這邊拿洛克 洛克的話是免控沒錯 對 但他要有辦法貼得很前面 是 才有機會去追到人 對 而且有機會讓一個狙殺 就把他的護盾打掉 然後如果是其他的射手的話呢 其實在這一局都不太適用 因為有可能會被達爾西的針對 對 沒辦法說等到那個查格納每一次都在你身邊 是 所以打野位的話 他們可能是想說哪一個比較 有辦法自保的角色 沒錯 凱格路士選出來了 確定了耶 對 這樣應該是女超人打野 對 再補一個艾瑞的輔助 哇 這一個戰術 相當特別喔 所以這樣子的話就是 達爾西給Hansel 然後海牛真的是玩女超人喔 是 達爾西Cancel拿 還是輸 也不一定 對 這個也不一定 對 但是可以 可以唯一能確定的就是 艾瑞一定是根據玩的 艾瑞是根據 那凱格我覺得就是阿亮 阿亮應該是玩海格啦 然後這個 達爾西應該是給Hansel 欸不對 那這樣輸要給誰 我覺得蘇是Hansel 然後神力 海牛玩女超人 女超人 然後那個 達爾西打野 對達爾西打野 是的 那HKA最後一選 特蘭納斯還是想要拿射手出來 他們必須要有一個手長的 還是要有一個手長的 不然沒有辦法去跟對方 去打後期 對 哇這樣子 我覺得在HKA這邊 魔傷是比較不夠的 完全依賴特蘭納斯 然後在邊線上的話呢 是由夜叉跟飛列喔 海格陸式這裡 前期遇到這兩隻的話呢 感覺都還行 是 對然後 飛列的話是走到了EZ的手上了 對 走一個中路 沒有補任何的法師位 是 所以這 真的很依賴特蘭納斯 他混傷的魔傷啦 但是 這個可能要等一段時間 所以這個TXO在出防裝的部分呢 我覺得這一場 Genge應該蠻好過的 應該是打不動的那一種 Genge在前期的話呢 打得動嗎 打 好像打不太動 因為全部都是戰士 夜叉也好 然後洛克也好 雖然說順傷還算蠻高的 但是其實如果貼著被綁到的話 其實我覺得Genge 他要死蠻難的 前期如果特爾傷害沒有起來 對 他後期如果覺得 衝不過去的時候太麻煩 他也可以直接把查格納爾給綁死 對 就是解決到這一個前面 非常具有威脅性 也不是說有威脅性 就是很煩人的查格納爾 把他的水域結界逼出來 或者是直接把他秒掉的話 對於團戰來說 TXO是可以掌握到優勢 那這樣子 那這樣子的話呢 在前面上 前面的話呢 應該也沒有什麼 太多的一些碰撞 因為反正 洛克這一邊的話呢 也需要一點點錢 那上次忍之後 還沒有辦法那麼強 是 因為他如果真的往前衝的話呢 要去打一套的傷害的話呢 惡魔覺醒下去之後 兩段的一技能 其實也不見得可以把 前面那個艾瑞給衝破 是 還是要等一下特爾納斯 但是我覺得 HKA這邊有三個戰士 夜叉飛淚洛克 是 然後要對抗的是 Genge的艾瑞 我覺得如果說真的 他們把招溝通好 灌在一起的話 Genge是有機會 被瞬間他沒吸回來 沒綁到 就把他給擊殺掉 可是這個蠻難的啦 相當困難啦 應該是相當困難 但是他也不會 直接衝進人家的野區 這種事不會發生的 那我們就來這遊戲 看一下前期會怎麼發展囉 來到了第二場 TXO對上HKA的賽局 那第一場的話 是由HKA拿到勝利了 但是TXO其實在第一場 拿了佛洛倫跟駭陽 在BP選用強勢角的部分 是用的比較多的喔 這邊前面Genge非常的兇 直接被打出了神聖守護 血量非常殘 只剩下一半 按出了恢復 代表沒有想要回家的意思 前面Genge先到中路打了一套 這樣有時間 讓凱格霧斯先把兵器給收掉 是 哇Genge黏著EZ打 把EZ的血量消得非常的多 非常的煩 而且在EZ的部分 可能會被控住這一隻兵 沒有控 對 如果控住這隻兵的話 EZ在這個時間點 沒有辦法上兩等 還是很快速的 直接挖EZ被狙殺狙到了 在上半步的Ocast趕得下來 這個時間點的EZ其實沒什麼影響力 那就回去上半步喔 那雙方的打野其實在吃野的方面 都沒有受到太多的干擾 對 前面做一些消耗上來看的話 好像也沒有掌握到太多的視野 對 在TSO這裡應該還不確定小鈴的位置喔 是 下半步的阿亮 對上的是真男人的 這個特蘭納斯 過得好像還算可以喔 特的位置一直很後面 沒什麼機會可以碰 對 明年飛龍蘇哈出來了 雙方有要來搶這個 中立物件嗎 還是要去做這個 魔龍呢 我覺得應該90% 我們等第二輪 沒有喔 這邊HK直接開魔龍了 開得出還算可以 會不會就是心裡的 這個心裡戰 知道說 你要進入第二輪了 我們以往不是就過得這麼好嗎 我們不是都好好的 第二輪第三輪的野怪一直刷 從第三輪開始再來做碰撞 沒有這一把 我知道你想要農 那麼我們就把魔龍給吃掉 是的 而且他們還有肥蕾 肥蕾前面打架真的太強了 對 這隻假設打團戰的時候呢 在前期 你根本沒辦法把他秒殺掉 是 那如果秒不掉的情況下 他就一直轉一直轉 喔這邊的話 Genge還沒有上到四等 然後阿寶跟EZ 一起來到了四級之後 想要做一個擊殺 成功帶走Genge的人頭 直接被EZ給玩弄到死耶 對 連動彈都動不了 鏡頭也動不了 哇這個陣容 對 剛好他們吃到了這個魔龍之後 兩個角色一起上到四等 其實EZ跟阿寶是一起上到四等的 沒有說要把經濟先讓給EZ 兩個戰士位都一起吸經濟以及經驗喔 因為他一上四等之後 他有多那個大招的誤穿 所以他可以直接把 這樣子的一個坦型的英雄給穿掉 是 現在的話 局勢稍不明朗 但是HK拿到了一個手殺 還有魔龍 往前 哇勾到了Hansel 一套打下去 血量掉得非常快 交出自己的脫險 非常兇 在EZ的飛淚這一邊 EZ這邊又被打 這個Hansel這邊被打了回家 下半部的話 阿亮的凱格路士這個大魔王 這個位置 要被關照了 而且自己的大招開了起來 開啟機走 能夠走掉 再一個特蘭納斯的大招 並沒有留住他 不過兵線已經有清理掉了 對 剩一隻這個殘血的小兵 對 玩凱格路士真的是 要有一個 呃 絕血 是 龜縮大法 對 真的是 什麼都可以掉沒關係 那個 兵線不能掉 塔不能掉 對 經濟要吃到 好不好 這邊的話 OKS直接死亡角度場 綁在海牛身上 但是他還有守護銀卓 開下去之後 反進攻 這邊的話往前是根據 直接綁在了OKS身上 但是交出自己的瞬 也成功逃走了 這一邊是做了一個擊殺 下半部 HKA做了一個交換 是拿到了魔龍克爾德 因為還是這麼強 對 夾上去之後呢 直接開榜 就是一個霸道 對 誰也擋不了 對 這個是順便 狙兵 狙人嗎 狙兵的過程中 這個EZ是 打包 這個附贈的 下半部的話 塔被點了 阿亮能夠守住嗎 是可以的 因為後方Genge來了 霸道總裁 對 這個G殺 這邊進入到了農兵的階段 雙方的碰撞跟交火呢 稍微告了一個段落 不過稍微有一點點經濟上的優勢喔 是 對 還可以再繼續滾下去 因為 輸這邊的話呢 也是沒有什麼太大的 是 想要直接開榜 阿亮在砍這個塔 這邊的話還有一個砲車 能夠直接帶走這個防禦塔嗎 是沒有辦法的 但是這個塔也是基本上等於死塔了 有機會留到Hansel嗎 Hansel被勾了回來 那應該是要走了 但是沒有後方的話 還有一個Genge 想要來做一個干擾 這邊要小心喔 EZ的大招隨時有可能會好喔 是 現在的話 Genge的血量最後一次有真男人帶走 人頭這個普攻成功帶走了 這邊的話 這一波逼近線 阿亮還想要守這個防禦塔 成功守住了 但是自己的性命 好像有點危險 是 成功的逃脫了 哇 EZ最後一個奪命 還好的是 距離不太夠 是的 而且剛剛 Hansel好像也有注意到 他已經差不多了 他的大招應該快好了 是 就往後撤了 對 直接拉掉了 這邊直接開啟自己的守護銀卓 有意識 因為小靈心消失很久了 下路也打了一整波了 也沒有看到洛克 是 這一波的防禦塔 是讓真男人直接點掉 沒有問題喔 但是 在HKA下半部的防禦塔 阿亮會直接用 血量去把這個塔換掉嗎 好像也不急 先把野區的經濟拿起來 奇奇的達爾西 這現在為止 大招好像還沒有圈過喔 整體來說 經濟也沒有掉到太慘 是 對 還是可以打的 時間點來了 六分鐘的時間點 進化護腕已經掏出來了 這個進化護腕掏出來 對於奇奇的達爾西的發展來說 是一個蠻難受的一件事情 對於阿瑞 對於阿瑞 往前 獸領衝鋒放出來 但是後方的奇奇被黏住了 交出自己的資源之門 是往後做撤退 前方的海牛 還可以再繼續作戰 這個真野套索是沒有命中的喔 上半部想要來壓這個防禦塔 但是阿亮已經掉上來了 下半部是一個長線喔 所以阿亮現在是不斷地在做地圖上面的支援 兩邊現在都有一個可以帶長線的角色 是 然後在資源會戰的話要抓人數上的一個差異喔 沒錯這一波 欸 這個EZ打得非常的兇 直接被綁起來了 直接綁起來了 但是傷害量不太夠 這個板好像有一點點浪費掉了喔 現在奇奇的傷害明顯來說是不夠的喔 一圍空間的普攻不斷地去點擊到EZ身上 但是 呃是 還好的喔 沒有太多的感覺 上半部的話是有蒸彈人把這個外塔帶走 哇 不過現在特爾安娜絲這麼匪的話呢 其實會很不好處理耶 對 因為如果阿寶都一直跟著他的話呢 他們有雙緩速 是 然後又有雙解控 然後等他的四血攻一出的話呢 那沒有任何人可以把這個特爾安娜絲給抓死喔 是 因為刺客角色其實沒有 都是屬於戰士型的英雄 像是海牛跟阿亮 是 如果真的要貼到特爾安娜絲身上 需要犧牲掉非常多的血量 對 而且只有凱格路斯可以看到他 對 這個狙殺瞄得非常久喔 主要還是在清兵為主 成功把兵線擊掉 哇 這一個特爾安娜絲傷害已經出來了 他起悲了 真的很痛了 怎麼去處理這個射手呢 上半部的阿亮 一下兩下三下 四下 四下三分之一的血量 應該還是不太行 對 狙魂的部分呢 感覺他們也沒有人可以選擇 只有阿寶這邊的話呢 是可以比較有範圍性的 對 阿寶應該會出狙魂吧 下面 目前的話是 還沒有 是 哇 Hansel又被飛雷勾到啦 又被換了一套的血量 這邊往前做進攻 真男人 居到 這個有做一點傷害喔 直接開啟這個凱撒 但是 被Genge看到了 而且前面的阿寶是承受了一些傷害的喔 Z往前做進攻 捲到的是Genge Genge已經血量剩下一半了 綁在小菱身上 這個護盾小菱已經被擋掉了 被打掉了之後呢 EZ還在轉 阿亮還在砍 這個時間點 這一波會戰 首先倒下居然是阿亮 後方的真男人 因為真的沒人可以限制得了他 海牛進場之後 這一個神女女超人 展現不出他的神力 還是被真男人給帶走了 剛剛那個殘血想要逃脫的瞬間 被EZ給 攔解了 是 攔虎喔 對 被他攔到了喔 對 這樣子的話 凱撒就真的只能讓HK 順利拱手讓給他啦 哇 HK這種打法真的是會讓人家看得心驚大 是 就是假裝開那個凱撒 然後開到一半的人來了之後轉出去直接再打人 對 我不怕凱撒對我先前造成一些傷害喔 照理來說那個洛克應該是很怕那個凱撒池的 因為凱撒池只要一碰到那個降自癒的效果的話呢 其實那個洛克會吸不太回來 吸不回來沒錯沒錯 所以沒想到剛剛Genge綁下去的那瞬間 根本沒有傷害 對 現在的達爾西傷害還沒出來 而且奇奇的達爾西好像都會出這個 打野的魔的打野刀 然後還有這個秘咒之刃 是的 兩件裝備都一起出 這兩件的話呢是可以疊加的嗎 效果是有點衝突到的 對 效果我記得在改版之後好像是衝突到的 對 但會差異的在於那個多時程的那個 是 魔法攻擊 對 因為打野刀合上去還是可以疊層的喔 透過吃到野怪可以疊層 現在的狀態 對於HK來說 有一個天空巨龍放在了下半部 而且兩路的邊線都往前推了 經濟上面也有大幅度的領先 TXO該怎麼辦呢 特蘭納斯傷害很高啊 這個塔只能放掉 洛克直接開啟大招 然後往前 是B掉了這一個二塔 海牛在這個時間點基本上是 沒有什麼太大的用處了 是 哇這邊的話 其實這邊抓到了怎麼會被死亡角度場關注呢 哇這邊直接帶走的話 這個節奏 是很大的喔 可能中路的外塔 甚至 這整個 全部的外塔都要掉了 中路外塔掉了之後 Hansel在後面只能做狙殺 但是這個小兵有成功清掉 TXO的復活時間還有20秒 剛剛應該是不小心被勾到了 雙勾 Easy在這一場真的勾得好準喔 勾得很準 然後 往下半步想要打這個高底卡嗎 應該只是卡忍喔 想要打中路的二塔 奇奇還沒復活出來 阿亮該怎麼辦呢 往前這個二塔守不住 上半步的話 還是由奧克斯帶這個二塔 果然 奇奇奇這一島全部的外塔都陷落了 接下來還有48秒的時間可以整頓一下 對 經濟直接 剛剛記得是差七千塊錢 現在直接到了八千多 接近九千塊錢啊 潘牛這個位置 現在上了狙魂刀 對 如果他是選擇使用馬洛斯在這一局的話呢 呃 應該 也沒有辦法打 對 畢竟特爾安娜斯真的沒人可以抓到他 因為他那個位置就是 扛的一個位置 是 然後 打輸出的應該會是在 蘇跟 莎爾西這兩隻 對 然後阿亮的話 就負責去 卡斷後排 不要說切後 不要說抓後排 可能就是只能切 卡斷阻隔開來而已喔 對 而且他還可以去單推 對 但是他現在在單推的部分呢 奧克斯也可以做得到的 而且 奧克斯比他 還肥 肥蠻多的 所以他們兩個如果 在單推 碰到了 見面的時候呢 那可能就要腳大了 不然被關到 就危險了喔 哇 這個 夜叉跟凱格陸式經濟差距 單線上有差了三千塊錢喔 這邊再吃一個野魔神凱撒 是由HKA穩定的 拿了下來 喔 要踩高地囉 是 這一波人頭的比數是1比5 由HKA領先 現在在60秒鐘的時候 15分鐘的時間點 生命魔神可德又要出來囉 哇 壓力很大 他們要賭可以圈得到真男人 是 然後還要賭那個水域結界沒有解到 但是 圈到真男人 真的有水域結界進化互玩 對 這怎麼感覺好像都 打不死 就是 一定會被解掉的感覺 這邊的話 一個狙殺守著一個防禦塔 這邊 釣虎離山之際 把天空巨龍直接噴掉 這一個上半步的高地塔 這邊 死人羽尼亞海牛先把自己的守護云座放了出來 下一波小兵要進來了 裡面 狙殺聚在伊利身上 喔 這一波的天空巨龍是沒有帶到任何一座高地塔的喔 感覺上HKA在天空巨龍的施放上面 都會把它直接放在塔前 是 他們想要直接換血量了 對 因為 如果今天慢慢控過去的話呢 其實 如果真的打不進去的話呢 那血量也是大概沒這樣 是 這邊的話 往前做金光霸碼控到了三個人 但是直接被金光霸管解掉了 但是我覺得有差的話呢 是會差在那個 炮車的強度 是 因為你原本可能一個技能丟下去 就差不多了 但是炮車會變成異常的異難 對 這邊的話 往前把這個高地塔給點掉之後 要開戰的Gage 綁在Easy身上 但是往前的小力很兇 想要把奇希直接貼死 但是奇希回到了主堡之後 好像有點尷尬 是倒了下來 這邊的話 小靈倒了下來之後呢 阿良還在狂砍猛砍 但是還是選擇做了撤退 Easy帶走Gage的人頭 但是小靈也倒了下來 這一波HKA做了一個1.1 成功帶走中路的高地塔 這邊往後還要再做進攻嗎 選擇拉掉了 大家其實剛剛的傷害有出來了喔 對 炸在奧克斯身上 即便有減傷的話呢 那個血直接噴一個 這個 這直接瞬移了 是 我剛剛的小靈其實蠻關鍵的喔 直接進場把奇希的達爾西隔開 對 完全沒有機會可以往前去做支援之門 對 如果這個時間點讓奇希的達爾西能夠參與到團戰 做到輸出的話是非常可怕 哇搶到了 這男人用自己的大招搶到了 這一個水波洛克爾德 但是後續的話呢 HKA的成員好像有點尷尬 走不掉嗎 奇希還要繼續留人 阿寶最後還是被點死了 而且黑暗就是交在奇希身上的 奧克斯最後應該也是走不掉了 哇這一波是TXO一個大反打喔 這一波奧克斯應該也是走不掉 到了三個人的情況下 這一個 凱撒應該也是守不住 不過他們還有兩波兵線要處理喔 因為現在中路跟上路的兵線都是壓進去的狀態 哇剛剛正男人那個 哇那個搶太關鍵了 如果讓TXO現在還有那一個生命魔龍的buff 打團戰又很強的話 沒人可以吃的 小達爾西現在在吃到這個 生命魔龍克爾德buff的魔法傷害阿 那個是天選之天選人 天天選人 對天天選人 對天天選人 選到他這個混沌之劍 直接開凱撒了 這邊的話 奧克斯畢竟還是倒下的狀態 這邊後方的小林貼到的是阿亮 但是阿亮反而是追著他跑 這邊小林要賣肉了啊 不能讓TXO拿到這個凱撒 但是小林倒下之後節奏會掉 直接讓奇希帶走人頭 哇剛剛 又是一個節奏了 剛剛他想要從 左邊的側翼那個蹲點之後繞進來 但是已經完完全全被抓到了 對 這一波蹲點 會抓到誰呢 意識非常好的 阿寶 is easy 沒有輕易的草率的踏進這個草叢 開啟這些凱撒 Easy看得到 但是海牛直接往草裡勾 勾到的是Easy 這邊的話凱撒的血量還有一萬六千滴 一萬兩千滴 這邊守護一桌開了起來 沒辦法搶這些凱撒 最後是由黑手 成功拿到這個野魔神凱撒 下半部Ocast還是一直給邊線上面的壓力 這一波TXO的時間點感覺慢慢到來囉 達爾西會痛 凱格入世大魔王也肥起來了 而且Hansel現在剛剛也偷出了嗜血弓 在團戰的作戰能力算是有一個大幅度的 這個續戰力的提升 是的 但是經濟上面還是落差非常的多啦 這個經濟上面的落差就是 保命裝備、涅槃之刃、死神鐮刀的差別了 我想一個在這邊做蹲點 有沒有人會上當呢 對 因為畢竟還有艾瑞的喔 所以如果單走過去的第一隻有 可能有機會會直接倒下 是 這邊草叢裡面有一個哨音 是沒有被發現的 沒有人發現到這個問題 這個點然後一直蹲在這邊 哇小林發現了 但是沒有踩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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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莉也躲進去了 但是也沒有踩 沒有伊莉沒有走到那個草 是小林剛剛有經過 對 哇這個 哇這個 這個 這個造型真的要買啊 哈哈哈 書的這個造型真的要買 如果你玩書的玩家 你沒有這個造型的話記得買一下 沒錯 因為它那個有地形上的那個 有點像變色龍那種 對 它會自己藏在那邊 你看不到 哇TXO現在蠻怕的喔 就是很怕敵方做一個偷塔 所以一直不斷的叫醒你recall 但是還是在做蹲點 對 他們這個recall的意思是 這個 就是要取消 對 不斷的取消 不斷到最後一秒取消 不斷的 對 然後不然來不及看太久 對 就回去了 是是是 所以這個要小心 因為recall的時間 如果先按起來的話 可能只要大概 三到四秒鐘就可以回程 如果對方想要執行這個偷塔戰術的話 會可以在第一時間做到回防的動作 其實這個時候就很好玩的 就是 假設你有一個人 有沒有 呆呆的 假設他從這個左邊 稍微探頭一下探頭一下探頭一下 然後走過去然後其他人直接過去偷 這樣的話就有機會 是 因為他們會全部recall不回去 對 就是誘耳的概念 對 但是那個也會死 對 所以摔摩隆克爾德這一波團戰又要開戰 因為奧凱斯還在邊線 所以這是一個無打式的好局 TSO選擇要接團 HKA選擇拉掉 哇 TSO拉掉了喔 沒辦法 夜叉壓力太大了 這邊被留住夜叉就直接主堡GG了 不能被留住 HKA 回頭來吃這個 這個摔摩隆克爾德 這邊在TSO部分怎麼應對呢 如果再被吃到這個深夜魔龍的buff 團戰上面會非常的吃力 兩萬滴的血量一千七 海牛往前看到了 這邊的話 雙方選擇做一個拉掉 深夜魔龍克爾德的血量還有一萬二 回血了 那小林的血量現在非常的差 這邊一個巨殺打在最大人身上 還有一半的血量 這個深夜套索沒有命動 下半部的奧凱斯還在給予壓力 所以 阿亮也是一直要在那個位置去防守 這個夜叉喔 再一次開啟深夜魔龍克爾德 一樣是一個四打四的局面 但是阿亮是靠得比較近 選擇開戰的是 HKA往前貼到了奇奇 這邊奇血量非常殘 但是還是把小林音給帶走了 這一波往後做進攻 這邊根據已經倒了下來 SRENIA海牛還在做奮戰 這邊是真男人的大沙特沙 帶走的是海牛的人頭 而且在上半部的話呢 阿亮對上夜叉的奧凱斯 好像被打出電盤之刃了喔 是 這一波應該要結束比賽了 倒下三個人的TX喔 小兵進來 三座高地全爆奇奇 怎麼辦呢 往前瞬移到了這個四人之門的位置 阿亮還在看 但是奧凱斯已經帶兵進去了 這一波全部人倒下十一波 Ace恭喜HKA2比0 率先來到聽牌點 哇這一場HKA真的打得好 是 那包含自己的陣容 那後面特爾安達斯沒有任何人殺的事 真的沒有任何人殺的事 因為剛剛最後那邊 你看到他那個 凱格瑞斯貼上去的時候呢 視野公也出了 你肯吸 沒關係 我也吸啊 我也吸 對 你看到也是不錯的 他們現在做法應該是先壓制TXO的 這個角色 剩餘角色啦 對對對 因為其實現在很多強制角 柏洛倫 駭牙 大家其實都可以拿 但是 反而TXO能打的角色 就相對來說變得很少 那拿葉娜或拿普雷塔都是不錯的選擇 對 因為又百搭好用 是 再去擠壓到TXO的剩餘角色 果然 我呀 葉娜拿下來了 TXO頭痛了 而且 葉娜放在 冷面之戰人這邊 或是奧克斯這邊都可以 是 我覺得他們兩個的角色上有稍微去交流 是 兩位也都玩得還不錯 對 交流交流喔 對 交流交流 平常有空沒事就直接一打一交流交流 是 來看到TXO接下來選擇該怎麼辦呢 Lady岸加藍 強勢的 這個 中輔雙線組合喔 中輔雙人組合 能夠有效的清理兵線 然後去控制一下 這筆野區的小野怪 是的 這個真的很難受 HK 感覺接下來怎麼拿怎麼舒服 那TXO在第二輪還是要扛BAN的壓力喔 還是要去扛一些 都換了 柏維塔加內特 對 這個也算是清兵線很快的一個 中路雙人線 我覺得這兩個好一點 是 那兩個我剛剛還在那邊想說 莉莉安跟藍 如果在前面葉娜的支援性比較高一點的話 藍可能會被打 打到有點受不太療 然後經濟又不可能吃莉莉安刺太多 對 因為莉莉安也需要錢 是 那這兩個好像就好一點 是 這邊看一下HKA 會拿強勢角嗎 會不會這一整個系列賽 都放出來 但是都沒有拿 達爾西、亥亞、佛洛倫 都還在 現在打普雷塔的角色的話呢 呃 如果是以前面要打兇的話 是圖倫可以用 但是 圖倫後期 對普雷塔來說 沒有任何威脅性 真的沒有任何威脅性 就是他這個 毒氣炸彈炸一下之後 直接開一大招可以再炸一下 圖倫要貼到普雷塔臉上 是一件非常難的事情 對 握馬爾會好一點 握馬爾 握馬爾就是前面可以打 普雷塔打很兇 對 然後後面就算打不動 他也沒關係 是 對 他只要有控場就好了 但是到了 到了中後期 握馬爾要對普雷塔 貼到他 我覺得也是有一定難度 就是要靠蹲點 如果是帶棘手的話 應該沒什麼問題 是 至少還可以有辦法捶得到的 是 還是能夠做得到控制 對 但是也就只能空那一下下 這邊 貼的時候這邊的話呢 也不至於太過於緊張 因為 好像呢 還是可以組成自己想要的陣型 是 這邊再拿一個讚尼爾 直接鎖下來了 然後進入到第二輪的封鎖位 朝著打野位置去封鎖 哇 把自己 把奇奇很愛用的銀咒給BAN掉了 HKA這邊要怎麼做應對呢 還是會朝著邊線去壓制嗎 現在 所以應該會朝著打野吧 雙方都會朝著打野去壓制 但是這樣的話 TXO在第二輪有首槍的機會 哇 這樣子會不會對於HKA來說 比較有壓力呢 他們這個陣型的話 還可以再打一個奇爾 是 如果奇爾被搶走 那就 一定尷尬 這邊HKA 果然朝著洛克打野去封鎖 那TXO還是一樣嗎 該不會第二輪四BAN都放打野衛生上吧 其實現在的 射斐斯 對 現在小林的打野還是蠻多可以用的啦 應該說要跟他們的一個陣容比較 還算搭得起來的角色 是 對 他還有射斐斯 所以感覺還好 現在克里納卡被封鎖掉了 HKA 接下來要怎麼選擇 分角呢 現在所剩的打野角色 納克羅斯 瑟斐斯 齊爾 納克羅斯 瑟斐斯 齊爾 莫拉 對 大概就剩這些角色囉 這邊的話 HKA還會朝著這種屬於比較刺客型的打野位置封鎖嗎 哇奎倫封鎖掉了 因為自己使用過的 這樣子的話呢 就有一個納克羅斯可以考慮 但納克羅斯 目前這三隻 葉納、沃馬爾、亥牙 都不太好處理 是 但帶經濟的話呢 是還行 因為整體來說的話 是沒有林地的 而且前面 如果是沒有什麼碰撞的話呢 還是有機會可以先把自己的經濟拉起來 自己的經濟拉起來的話呢 是還有機會的 沒錯 難道要壓危險的嗎 哇 這個很拚耶 如果真的 你看下半部 第二輪的 打野 四邊打野 喔 祖卡也可以打野喔 不確定這個祖卡是放在邊線還是放在打野 我覺得應該是放在打野了 因為祖卡現在在打野 他的這個 魔紋如果帶 惡魔覺醒的話 超多段位移的一個角色 是 這個大招壓下去 只有一二技能 再刷新的話 冷卻時間 再降低的話 再丟一個一二技能 可以做一個多段位移的進攻 是的 海牛把眼鏡脫掉了 可能覺得 太礙事了 是 而且祖卡 他的那個 多段位移是 可能用那個惡魔覺醒嘛 而且還有這個減傷的效果 對 那如果說是帶那個死亡詛咒的話 那就是直接一波壓下去 爆一個大傷害 對 可是惡魔覺醒應該會 會比較多人 考慮 是 HKA這邊 亮出了 馬洛斯跟祺爾 剛剛好像有亮了一下弗洛爾對不對 對 弗洛爾絕對不肯考慮的 因為這一場打阿納特 是 如果硬要再補一個弗洛爾的話 有點浪費棋子 是 對 這邊 壓了馬洛斯跟祺爾 已經鎖了下來 整體來說 馬洛斯 拿來斬戰尼爾的 然後再補上一個 祺爾 因為 達爾偉好像也還沒有確定嘛 這邊的話是 馬洛斯沃馬爾走中路 就是沃馬爾輔助那 馬洛斯走中 亥牙跟葉娜雙邊線 那我們來看到TXO最後一個角色的選擇 另外一個邊線 要補誰呢 這邊 這邊 有 應該是 現在是要考慮阿亮的位置了 也不一定 如果要祖卡走邊線 感覺可以 對 可能還要再補個打野嗎 但這個位置一定要有辦法去切到亥牙的角色喔 不然他們這場等於是完全又沒有刺客角 就是依賴祖卡 對 跟特安娜斯那場一樣 是 碰不到他 打不死他 這邊的話鎖下來艾蜜莉了 這邊整體來說 對於TXO 兩個算是刺客角色的位置 然後普雷塔戰尼爾跟安奈特 算是蠻核心的一個 陣地戰很強很好發揮的一個陣容 但是上次的艾蜜莉也是有一個關鍵發揮喔 對 所以這一場最重要的一場 是 艾蜜莉能不能搭著那個海牛一起往前面去衝 對 這個減傷下去 或者是減傷下在祖卡身上的話 是 感覺也是不錯的 對讓祖卡首先進場 對 普雷塔有安奈特去保 對 所以 戰尼爾應該也不太需要會飛到後排去 是 所以應該如果要往前打的話 就直接往前飛 哇 這個陣容還蠻特別多 雙刺客 然後一個很後排 中間的戰士 能夠站在中間的角色 基本上就是 安奈特 跟戰尼爾去卡開整個前後排的戰場 對 前期那個馬洛斯 如果有肥起來的話呢 那 那個團戰怎麼打的話呢 都是HKA會贏 對 怎麼打都會贏 是 沒錯 而且前期的沃馬爾也非常的兇 但是HKA還是 我覺得前期應該也不會太兇 畢竟齊爾蠻需要發育的 是 對 這個角色 可能對於馬洛斯跟沃馬爾來說 還是贏 稍微騷擾 不會到太侵略的舉動 我覺得他們的戰術應該是這樣 不一定耶 應該要看情況 是 看那個刀揮不揮得到 揮得到就走進去了 刀在手跟我走 對 沒有刀的話呢 那就是 稍微兵線吃一隻 一樣的節奏 是 一樣的節奏 稍微再拉一拉再等 是 然後有一個好的彈戰點之後呢 就跟他打 是 但是我覺得 反而對於 亥牙這個點來說 會比較尷尬 對 畢竟有雙刺客 兩雙眼睛 四隻眼睛 在盯著他 可是這個有一點小 有一點小combo 就是 握馬爾他可以利用他的 因為 不知道大家也沒有玩過握馬爾 握馬爾他可以捶三次 對 然後疊成一個紅槌 是 所以如果你先捶兩次之後 你的第三次可以連捶兩下 對 可以控制 你捶兩下之後雷魔陣 是 就是一個小combo 就是三段的控制技能 直接壓在臉上 是的 好的那我們馬上進遊戲第三局 馬上開始 OK 來到了第三局 HKA對上TXO 前兩局是HKA拿到勝利 Tim排點 優勢是在HKA身上 壓力是在TXO身上 如果沃馬爾他有那個中秋造型 感覺滿可愛的 他中秋造型要怎麼去製造 垂下去是 垂出月明 喔 五缸伐木是不是 那他對上那個 錘子換成分額頭在那邊 對上史蘭茲稍微有點那個 Counter效果 我覺得這個 這個明年的中秋可以考慮一下 欸 Hansel 第一個藍巴斧就讓給Hansel了 欸 對 哇 哇 那等一下應該會直接讓出一波兵線喔 是 必須的 但是看到Hansel腳上有藍buff 意味著 你的祖卡 在這個時間點 經濟跟經驗是沒有這麼高的 會不會踩進野區呢 感覺上還是沒有 是 喔 畢竟普雷塔跟這個安奈特 他其實清兵線的能力是還算不錯的 手藝比較長一點 是的 哇 這麼早就讓出藍buff 蠻特別的喔 這裡 在做一個 壓制 就用那個 魔龍路這邊 是由 艾蜜莉去走欸 是 又去扛一個射手邊 對 而且 明顯的是 扛不太住的喔 一直被壓在塔下 往前想要來拿這個小野怪 成功的拿到了 齊齊表示難受 上不了四級 要去吸收一下中路的經驗了 OK 這邊也是 利用耶娜前期的一個 支援快速的 這個性質喔 稍微點壓 不然這樣子的走線 通常回去 一定會掉個一兩隻 是 吃這個 迷人飛龍書 蛤 是 由小林給拿到了喔 OK 很兇 又把海牛打了回去 海牛這一把帶的是制裁 然後再帶一個周而復始 哇 又是利用這三隻 馬洛斯 或馬爾 加上葉娜 這三隻來掩護了 駭亞跟奇爾的發育喔 是 真的 第二個藍buff 第二輪的野怪 還是讓給Hansel 上半部的Okes 非常的兇 想要做一個斷兵線 直接把海牛的血量壓得非常的慘 逼回去了 草叢蹲點 再一波兵線 會讓海牛卡開 但是這一波往前做進攻 阿寶血量非常慘 受殺交在Hansel身上 剛剛第一時間的一個開啟 沒有看到是怎麼樣把他留住的喔 是 哇 海牛很難受啊 一出來又被打掉一般的血量 哇 往前想要接受這個兵線 哇 直接塔殺嗎 太兇了吧 Okes 直接做斷兵線 而且阿亮在下半部 是成功帶走一地的人頭 上半部的Okes很兇 但是你的隊友 會秀出啦 紅須被一個 亂到不要的 而且還沒 還沒升降臨喔 對 哇 還在打啊 是 還在打 哇 海牛 海牛很難受 怎麼單線被壓制成這樣子了 對 沒辦法 因為葉娜前面真的 對 我趕過來自圓了 直接帶到下去 控制到之後 直接換成重型帶 Okes 要被制裁了嗎 最後是有Hansel 帶走人頭 哇 這樣子對於祖卡來說 是很開心喔 因為 呃 他原本前面 讓掉經濟這麼多給普雷塔 對 結果在下路那一邊 呃 開花結果完之後 上來還遇到 開花結果 對 還遇到了 這個Okes的走位走太深 對 他沒有注意到他的隊友 已經死了一輪了 是 如果說Okes剛剛是 往下半部 很快速的做支援 哇 那一波團戰如果包下去 雖然說海牛也會神死降臨 但是海牛的血量 基本上已經很慘了 哇 他如果做支援的話 對 那一波不要包的話 那應該就是 直接讓阿寶放生 是 哇 直接大招壓下去了 但是騎爾直接開啟大招 躲過了 這個大屁股 這邊後續 EZ開啟自己的雷魔陣 做了一個 非常華麗的特效展示 是 哇 這樣子 馬洛斯在前面 沒有太過於肥的話 他的防裝不會優先於對方的攻擊裝 對 這樣子他會變得比較 軟皮一點 是 所以 這一場的普雷塔 他有機會是會 成為一個救世主 哇 那這邊的話 海牛直接過來制裁 成功拿走這個明靈飛龍蘇 但是血量 直接被換掉了三分之一啊 下半步大招再壓下去 哇 直接壓下去 直接壓下去 直接壓在阿寶身上 我管你是輔助還是坦克 直接踩了 EZ往前一個拔刀斬 成功 斬到這兩個人喔 Hansel跟Gang的血量 上半步的話 哇 下半步阿亮被擊殺掉了 這邊是走深了喔 對 對 過殼道的位置 被三人的包抄 沒有留意到 呃 對方的人員往下 是 沒有辦法近戰型的打遠 變成的就是這樣子 對 你就是一定要黏到他臉上 你才有機會跟他換解 是 一定要這樣子壓 不然的話 會一直被無情換掉 哇 EZ再次倒下 Hansel再拿到一個人頭 這邊 但是下半步的話 這個塔能夠守住嗎 Gang Gang 這個炮車輕不太掉喔 還好 阿亮趕得過來 成功的守護住自己的 這一個外塔 現在的經濟量 我們來看到是 普雷塔3.2K 全場最高 但是 齊爾 小鈴也是3.1K 其實他的大運 一個頂的話 是有機會帶走的喔 哇頂到了 暈眩到了之後 完全控制到 打出了這一個死神之幼 但是後半還有 Hansel的普雷塔 已經來到暴走戰機了 阿寶能夠被留下來嗎 沒有辦法 他回到了塔下 但是EZ趕得過來 要用雷魔陣來防禦這個塔嗎 不用 因為自己的傷害力夠高了喔 趕快把這個炮車給清理掉 至今為止 神死降臨還沒飛過 是的 剛剛阿亮一定想說 有兄弟真好 我已經點到頭快破掉了 終於有人來幫我頂一波 是 但是我覺得海牛這邊 可能 他也要有隊友幫他舒緩一下壓力 有這雙邊線 因為他 就是因為一直被壓 所以他的神死降臨始終不敢放 可是現在這個時間點 那個 普雷塔已經八等 然後 4K 最誇張那種 喔有斬到喔 有印記到 這邊的話 其實有要把拳道灌上EZ身上嗎 而且他現在中路出現的能力太強了 是 你看走到哪裡都合他 對 這邊的話看到的是阿寶的沃瑪爾 又踏著那個河道加速的效果 是 而且這個普雷塔 永遠都會有藍buff 對 最舒服的中路 最舒服的中路 喔他現在的 喔這邊 直接跳下來 一跳下來就吃一個威衣吐息 這邊小兵進來 也是很成功的 把他給清掉了 TXO沒辦法碰到這個中路的外塔 下半部阿亮也是非常有壓力 可能這一波會不會放塔呢 沒有喔 在HKA並沒有強行要拿這個魔龍路外塔 哇現在 在 呃 待會 中期的團戰點的話呢 那個亥雅的位置會很重要 是 因為亥雅要 背負著這個整體的一個輸出量 哇這邊的話 上半部 Outcast 切換成重裝型態 小靈趕了過來 神死降臨飛在的是奇蹟身上 還可以再打一輪嗎 這邊的話小靈已經沒有大招了 但是Outcast的血量非常殘 在後方使用重裝型態 打不太動 但是這一波炮車的血量是 滿血狀態 有機會守住 這裡的重心態 守住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對 重點是下一波也快來了 他的血量殘 必須要回補一波 哇是剛剛神死降臨 直接把那個 雞肋的傷害全部吃掉了 對 那個減傷 然後回來又再補一下血 而且 這整體到了大後期來說 我覺得 可是HKA這邊 有駭牙 然後有小靈的齊爾 還是稍微有一點優勢的 對 他還是有機會 可是現在 哇這個這個位置 血量很殘 最後一個位吐西 哇好痛喔 已經無人能擋的是 這個Henzel的 這個普雷塔 雷魔戰跳了下來 真男人倒下了 EZ這邊非常的尷尬 試魂轉拔刀斬 這邊的話 噴一個微吐息 OK的血量剩下三層 再一個重裝形態 往前一個瞬移 成功空到三個人 但是這邊Hanzel再蓄力 成功的是把 OK的血量再消一點 但是還是沒能拿到 這一個外塔 一個會戰開了三次大招 對 這個是怎麼樣 這邊入侵野區在第四次囉 這第三次 這第三次 第三次 對 一個會戰開了三次 是 哇這邊小鈴直接被頂到了 但是他直接加速大招 躲掉的是 泰山壓頂 這邊神神降臨直接飛 小兵進來 沒辦法推掉塔 哇小鈴這個操作很精湛 哇 橙手現在懸賞大概有100萬 喔100萬 所以 誰擠殺掉他 誰就滿裝 現在把這個鬼塔殺掉 直接賺100萬 真的是經濟會直接起飛 這一個501的人頭很關鍵 但是好像殺不太死 對 501 6K的經濟 還有戰尼爾 安奈特 還是要再拖啦 因為奇爾跟亥雅的輸出根本也還沒出來 是 但是比較慶幸的一點HK是一座外塔都沒有掉 即使現在TXO經濟的領先有2000塊 真人這裡的出裝也滿特別的 直接先把攻速撐上去 是 把自己的標數最大化 對 然後再準備上那個 比較常跑 這邊做一個蹲點 是 要來蹲奧卡斯的葉娜 下半部的話 全招灌了下來 奧卡斯的血量被打到剩下一半 切換成重裝形態 還有一個阿亮 在草叢裡面 其實這場比較命苦一點 上半部的話 Hansel是看到了HK人員在吃這個野魔神凱撒 威尼土姬放出來 沒有噴到任何的人 他們大概都會在九分至十分的時候準備嘗試去吃凱撒 而且是偷開的感覺 這一場沒有辦法 這一場他們的輸出是沒有到這麼高可以把凱撒瞬間吃掉 吃的速度是不夠快的 對 然後奇奇雖然命苦但是苦無根韻阿 這個也是肥起來的 因為 對 他006阿 這個打野位他拿六個助攻 然後藍buff整場都給中路 就是輔助型打野 輔關鍵傷害跟關鍵控制的 對 可是他現在也慢慢的有吃到兵線 對 而且 他傷害已經出來了喔 是 這個破崩戰寶跟全身武器都出來了 哇 Hansel一個人是守護住自己的中路的外塔之外呢 隊友來了要包嗎 沒有 稍微把野區的野怪清掉 哇 普雷塔這個角色拿到經濟之後 有守塔能力真是一流阿 主卡也算是 好像很久沒有選主卡了 對 在那個主卡剛出的時候 主卡是很強勢的 然後那時候也有很多主卡打野 是 然後現在又有這個 魔紋系統加入之後呢 搭配這種中路需要藍的陣型 感覺主卡也是相當不錯的 沒錯 這邊 來看到 現在經濟領先 從剛剛2000塊錢 現在拉到3000 接近4000的經濟量 基本上現在中立的物件 都是由DF都掌握住 下半部直接退掉二塔 現在的任務就是 怎麼樣把這個中路的外塔破掉 然後入侵到敵方野區 對 一定要守得住 在HK這邊的話 一定是這麼想的 是 其實他們手打感覺不太難喔 因為還有雷魔陣 然後後續的話 這邊往前的Easy 吃到拳道傷害 但是還可以活下來 反而是旁邊的OKS也在扛傷害喔 哇 這個兩個角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扛 擋一波 擋一波全部的人就沒辦法再撐下一波了 對 那這樣如果再進攻一波轉移凱撒的話呢 是 這個回補的空檔時間 HK怎麼守呢 主卡接近來 太太壓力壓到小林身上 甚至將一下來 連大招都沒有機會放 這邊連魔陣直接壓下去 但是這邊會團的非常非常的困難 阿寶現在的血量非常殘 往後做撤退了 現在其實血量很殘 成功的可以做撤退 阿亮在旁邊是被真男人給擊殺了 現在的Genge 小小的小姑娘交出自己的瞬移之後 被阿寶給貼了 但是海牛趕來支援 現在的傷害量只能依靠Hansel 但是她大招剛剛已經放完了 現在蓄力的瘟疫吐息 沒有噴到 有成功的拿到這個外塔 那琪琪的話呢 也是靠著野怪在進行回血 現在血量回到一半左右 他是大魔王啊 現在沒有任何人敢動到他 看到他準備要有大招的時候 又往回退了 現在更殺不死了 他剛剛掏出的是生命法杖 這邊 凱撒是讓琪琪拿 阿寶這個走錯路喔 對 直接被卡開了 現在不是跳不過去 因為有這個取風屏障 但是阿寶的血量回的非常非常的多 在前方的話 琪琪直接被打了一套傷害 但是還好神聖降臨 這個減傷 跟這個回血量給的非常的及時 Hansel在後方瘟疫吐息 限制了HKA的成員進攻 這一波的撤退 TX收住得非常的好喔 是 中路的外塔也守住了 沒有人在那邊倒下 成功吃到野魔神凱撒 我們雙寶珠剛剛也開掉了喔 在小林這裡 是 哇阿亮這一波兵線吃掉之後 會肥起來喔 現在 EZ是沒有任何彈度了 他現在出了兩件防裝 但是其實已經有點晚了 對 因為他只有7.1K而已 他現在目前第三件防裝 如果上去這個 貴衛軍戰盾 那 魔防的部分呢 不會打還是痛 是 還是擋不太出 對 這邊 就要來看一下 之後要怎麼做應對了 這邊的話 寶寨沒有命中 不過亥雅的傷害裝全部出來了喔 紙蛙這邊的話 阿寶是被 黏住了 但是一個雷魔陣又成功的 是 挽救出自己隊友的性命 EZ還在黏 這邊的話 阿亮開啟自己的 急走跟大招喔 跑速非常的快 下路兵線一整波帶進去 還有天空巨龍 中路的兵線是由海牛 現在即將要帶過去了 下半部HKA只能集結四個人 來做這一波兵線的防守 能夠鎖住嗎 會開戰嗎 揮吐襲 先把EZ的血量打到 然後剩下三分之一 兩個炮車都清完了 剩下的是這個天空巨龍 天空巨龍瞄準到了 這個高地塔身上 TX首選的做撤退 這一波只磨掉了 大概五分之一的高地血量 但是回頭可以吃 深淵魔龍克爾德 這個拿到的話 主卡可以繼續硬換 對 傷害絕對足夠 但是我 為什麼覺得他會把它給Hansel 他只要Buff啊 是沒錯 就是傷害夠高 他只要這個 他只要這個 深淵魔龍克爾德的Buff就好了 對 黑暗就是果然還是叫在Hansel身上 然後安奈特這場 從來沒保過普雷塔 他都拿去開戰了 對 都是主要說進攻 然後戰場的隔開 因為想說這個組合有沒有 可以在前期去保護普雷塔 對 根本不需要啊 那個普雷塔 他自己從頭到尾都有 藍Buff的享受 所以他自己可以照顧好自己 打得非常的兇 然後HK這邊就是 還是 還要再拖一下 是 唉唷可以了 這個齊爾已經把 那個混沌法杖出來了 他現在傷害是夠的 對 那另外亥雅這邊的話呢 聖劍 颶風 龍骨也都出了 基本上聖 就缺保命了 喔 再補上一個死人鐮刀 都有了 其實已經都滿裝了 現在 其實小林他也有泥雙寶珠了 然後OK的這裡的話呢 最後一把長千應該是 要壓一個捏盤之刃 是 對 那如果進場有進到的話呢 是有機會的 但是 要留住 葵塔 有點難度是 這個時間點 如果開戰下來 會是 HK會比較有利喔 因為現在的話是有死神鐮刀 反而是 TXO成員都還沒有 集出涅槃之刃 都還差一點錢 這邊如果強行開凱撒 被看到了 有神聖降臨 要強開 這個危險 這邊6000 4000 3000 1000 但是HK沒有照進的 想要做進攻 下半部還有兵線壓力 還是退掉了 可以看到 阿亮跟琪琪 其實涅槃之刃都差一點 剛剛如果那邊爆發會戰 是有寧霜跟死神鐮刀 這邊的小鈴跟真男人 在團隊上面是有稍微優勢的喔 應該是剛剛那個地勢不好打 因為安奈特一擋 全部都擋掉 對 沒錯 然後那個 神聖降臨還會再支援 神聖降臨支援下來 所以會變成說不好處理 是 天空巨龍噴到這一個 二塔也成功噴掉了 普雷塔也吃到這一個藍buff 還有黑暗之士 黑暗之士應該快要消失了 一定要趕快趁這一波快點打 這邊聯盟陣往前一跳一粒的血量 開始往下掉 但是這個護盾值吸的非常的多 因為有小鈴 有天空巨龍 全部的東西都可以讓他吸護盾 這邊的話成功守住 這一個天空巨龍 這個高地塔 血量掉五成左右 中路的二塔掉了 往前中路的高地塔怎麼辦 可以打喔 這邊的話這邊 激起這個微吐息 傷害量好像已經慢慢的不太夠了 因為魔防裝慢慢的已經出來 聯盟陣再往上半步一跳 收塔方式非常的強大 還是以守為主 對 對他們可能想要轉守為攻 就是先守 走到下一條 下一條 預估應該是 差不多時間 就要出生了喔 就要開始 欸沒有還沒 那還要再拖個兩到三分鐘欸 是 感覺海牛在這一場 的發揮沒有到說 特別的 呃 戰典版就這樣了 不是 他有幾個神聖將已經跳得非常好 但是好像在團戰的 配合上面 他在邊線上面 有給予到壓力 但是 好像也沒有 太太常飛 也沒有利用到這個 周而復始的魔紋效果 這個時候就是要等你的隊友 你的隊友說 欸救我 對 或者是欸欸欸 一直叫的時候 他們不是都會亂叫嗎 對 亂叫的時候就會飛 是 因為剛剛那個戰舉 其實都不太需要飛 對 因為前面都還撐得住 都會有經濟優勢啊 對 而且其實他在前面也沒有什麼人 可以直接把他秒掉 是 在剛剛的戰舉裡面是這樣子的 所以他也不太需要飛喔 然後有一波是有飛到 有一波就是 有需要他飛的時候他才飛 是 不然他其實在你有這個位置 本身定位就很尷尬了 因為就是說 你今天 明明不需要你 然後你還飛過來 對 你是可能很怕冷 想要來取暖 所以邊線會露掉 你明明還可以再推一波邊線 但是你飛過來 其實就浪費掉了 對 這些角色本來就是 會比較疏重在於溝通 所以這個角色 為什麼在這個版本 比較多都是拿來走輔助 而不是走邊線單線 對 神明魔龍克爾德已經在這個戰場上出生了 而凱撒也即將重生 HKA該怎麼辦呢 現在經濟差距其實已經還好囉 雙方都滿裝 那基本上 保命裝也都出來了 要做交換嗎 要打團戰了 HKA想要先卡斷中路 先拿中路的外塔 TXO 神明魔龍斯的速度 還有一些慢喔 我想要先抓海牛嗎 但海牛有 抽了副死喔 而且 下路有一波兵線 是 這個言頓 這個言頓的效果 非常非常的好 他還有涅槃直人 涅槃直人 再站起來 五個人全部都在這邊 如果說 要有一個人擋安奈特 哇 這個一定要有一個人擋安奈特 安奈特 來了 安奈特 稍微的做一點點 卡開 延遲他們回家的動作 這邊神死將領 之後的副死 直接飛前面 有機會在前方開一個站 安奈特剛剛有 稍微留住 人嗎 沒辦法 哇 這邊的話是TXO要做撤退了 因為剛剛神死將領也開過了 這一波團戰開起來的話 其實對於雙方來說 就是比拼操作了 Gang現在血量非常的殘 往後一直做撤退 這邊徐鋒鳴帳 終於開得出來 而起奇的血量非常的殘 最後也成功逃脫了 這邊Hansel 這個 再繼續噴 應該可以拉掉了 雙方 旁邊的Gang好像被阿寶留住了 連魔陣 壓下來 只壓到Gang 撤退了 我剛剛以為 在右側的阿亮會 再繞回去偷拆主堡 是 如果是 剛那一邊的話呢 我是 有在想他會不會怎麼做 但是他並沒有 拉回來想要去守這個 連魔陣凱叉 剛剛是有一個機會的 對 有一個機會可以從 他從那個 右側那一邊 哇 ED現在已經非常非常慘 反正是起奇 現在被擊殺掉了之後 連魔陣壓在他臉上 復活涅槃之刃之後呢 這邊好像也 欸 欸 血量回起來了 反正是小黎的大招 刷起來 雙方是焦灼阿 這一個 微吐息的傷害非常高 再起奇一個大屁股 太像壓力帶走兩個人 但是涅槃之刃都會帶起來 反正現在起奇是沒有 涅槃之刃 他可以成功地逃走 沒有問題 雙方這一波突然在打下來 都把涅槃之刃用掉了 這個 這個會戰怎麼 兩邊都在打 另外那一邊 阿亮的艾蜜莉也成功騙到了 亥雅的進場 然後之後把亥雅踢走 是 然後這一邊的大屁股 直接坐到了兩隻 然後又沒有死 對 這個其實真的是 因為HK的坦克 你有發現 這整波打完之後 最爽的是誰嗎 是誰 很熟 他在中間 不斷的出租 哇 馬爾直接進來了 開啟了一陣八方 但是在後方的阿亮是被抓到了 生死將領也開了之後 小後面的小鈴 開啟自己的大招 而且 偵探人的萬象也用過了 關鍵技能都沒了 這是TXO的局 後續如果能夠處理到 前排的坦克的話 是還蠻好的一個狀態 但是反而是EZ跟奧克斯 這兩個坦克 真的處理不了 Hansel被天造了 他沒有寶庭裝 直接被擊殺 這是一個500塊錢 我剛剛看到有跳出來 哇怎麼會 哇50秒的時間 怎麼辦 雷魔陣 留Gang Gang應該是 要選擇清理兵線 哇這一波可能 可以守到高地前的話 都還算蠻幸運的 對 哇這個真的沒人可以守塔了 剛剛兩個人是直接選擇放生了 然後去把中路兵線給帶走 那現在的這一波是 出生過來的第二波 對 暫時還有20秒鐘的時間 但是下半部的話 是葉娜在推這個兵線 也沒辦法全部人集結壓一波這個中路的高地上 還有10秒鐘的時間 對 這邊的話 小林已經開啟大招了 十字槍林也飛過了 往前做進攻 阿亮很兇 帶走的是小林 但是還有涅槃之刃 現在阿亮被留住了 還有50秒的復活時間 現在奇奇要復活 Hansel也要復活了 哇這邊又有一個人少打人多的時間差 雖然說小林的涅槃之刃被打出來了 但是阿亮是直接倒下來啦 對 小林現在還沒有大招的喔 是上半部的兵線進來了 Hansel又被黏住了 前排的坦克真的太煩了 打不死 就是打不死 這邊的話 往前做進攻的小林開啟大招之後 蓮波森也壓了下來 這一波進攻 兵線如果沒有聽到很危險 小林的話 對後滴血也是死神連到出發 再一個徐鋒名帳 成功把人員彈開 Hansel的血量非常非常的殘 還在後續的這個拼搏 涅槃之刃站了起來 伊犁在一個霸道站 但是沒有辦法 還是被帶走了 伊犁是把這個當儲仿了嗎 熟起刀落 她怎麼越走越進去 還是被普雷塔彈進去的 應該是被 阿奈特的血鬼卡開之後 沒辦法 她只能往前打 對 剛剛其實從中間那邊 就 有點算是放生性的打法 因為 兩個直接往中路去打 想說Tensor那邊可以 對 對 有可能想說他可以 但是沒想到他不行 倒了 因為被奧克斯黏到了 是 然後後來回去之後在中路那邊的高地塔前 其實暗密麗麗麗已經有把兵器清掉了 是 但神聖將領一下來的瞬間呢 阿良衝出去了 沒錯 對 衝出去硬換掉一個捏盤之人 對 以剛剛的戰局來說其實是有點不太妥的 是 那還好HKA這邊也有失誤掉了 拿掉高地塔還想要直破主堡 這邊要偷塔了嗎 哇哇哇哇哇哇 這個這個 又來了來了來了 這邊的話 這個 如果這邊進來的話真的是很難 很難回來喔 回不來喔 只要一露頭就要開戰了 露頭了 哇哇哇這個直接進去了 四個人有亥牙 真是上來 回不來真的回不來 這邊的話 這邊主堡血量一半 3分之一 往前打 徐峯平臟開起來 還有3分之一的主堡 熟掉了真男人 但是還有另盤之人 最後一滴的主堡 怎麼辦 哇 恭喜HKA 又拿到了這場比賽 所以芝諾珊擊敗了TXO 哇 這個真的很虧 哇 我的天啊 我到底看了 其實剛剛最後出去安內特 他狙風一頂之後馬上再綁兩個 是 他瞬間控制到了三個人 但沒辦法 你反正起來再打 對 他們的眼中已經沒有敵人了 只有主堡 哇 這個真的是關鍵失誤 因為 其實剛剛那邊的話呢 以一個高地塔破掉之後呢 其實 應該要有意識到說 地圖上的人都不見了